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俗话说傻人有傻福 所谓的傻不是真傻 聪明也不是真聪明 傻人只是小事不计较 大事看得开 面对尘世间是非得失 不耿耿于怀 不患得患失 现实生活中 人人都希望自己被人夸聪明 没人愿意听别人说自己傻 而且在这个社会上 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 太过聪明的人 什么都看在眼里 事实都记在心里 算计得很精明 算盘打得很精准 总是在计较利弊得失 算计人心 这种人往往活得很累 总算计着给自己多捞点利益 总是怕自己吃亏上当 自古计官算计的人 是太聪明 但是反悟了自己的人生 古语道 助心计较斑斑错 退步思量事实宽 做人装装傻 不是什么坏事 太过于计较 不去参与是非争吵 不要事事操心 保持简单的心 就会少了很多烦恼 曾经在论坛上 看到过一位网友 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的大姨是一个精明算计 处处计较的人 访缘机里 就没有他不熟悉的地方 他知道哪家店的蔬菜水果 便宜又新鲜 哪家店的东西便宜又好用 了解超市什么优惠活动最划算 哪里有东西在打折甩卖 他常常会因为跟店家讨价还价 省下一点点钱而高兴一整天 会因为逃到便宜好用的东西 四处炫耀 也会因为比别人买的东西贵 而耿耿于怀 然而如此精明的他 却从没有得到过真正的快乐和满足 他因为害怕吃亏处处算计 每笔账都精打细算 因此常与别人发生冲突 他为了占便宜 经常坚守在超市 等到很晚购买打折产品 因为精明算计 尽尽计较 他时常处于焦虑之中 心里焦脆 痛苦不堪 不懂生活的人处处在生活中计较 算来算去 内心还怎么能容得下快乐和幸福呢 许多不幸的人往往是因为太精明 计较太多 反而弄得人退而远之 自己也活得很辛苦 匈阿里作家马罗伊·山多尔 在《伪装成杜白的爱情》中讲到 那些精于算计的人 就算是在爱情当中 也要精心算计好 他们完完全全按照 使用说明在生活 这些人大都活得窝窝囊囊 毫无价值 做人需要精明 但别太过精明 精明过头 处处算计 便会有损德性 欲试潇洒一点 对生活糊涂一点 人生才会有惊喜 二 装傻是趋吉避凶的大智慧 菜根坛中有云 摄氏险 点染 易潜 历史深 鸡血一身 顾君子与其练达 不若普鲁 与其取景 不若疏狂 为人处事 藏巧于拙 抱谱 手拙 这是一种大智若鱼的智慧 为明帝死后 太子曹芳即位 曹爽为大将军 司马懿当了太尉 曹爽虽是皇族 但能力不如司马懿 他的心腹提议 提升司马懿为太父 夺走兵权 曹爽就将自己的心腹 安排到重要职位 司马懿装聋作哑 看破不说破 暗中自有打算 他称病不去上朝 曹爽便让亲信 李盛 去探知虚实 司马懿得知后 立即想好了 装吃卖傻的应对方法 当李盛见到司马懿时 他躺在床上 一副病得快死的样子 甚至连拿碗 喝粥的力气都没有 李盛说 天子要我到荆州 任四十 特地来向太夫辞行 司马懿装风卖傻地说道 病州尽朔方 好为之辈 李盛现想 自己明明说的是荆州 他偏偏说病州 看来司马懿的听力 严重下降 于是荆州道 太夫听错了 是荆州 不是荆州 司马懿将龙就龙 你刚从病州回来 李盛在司马懿 耳边大声说 我是去荆州 司马懿回答 我老了 耳朵龙 听不清您的话 您做荆州刺史 这太好了 如此装傻了一番 连哄态骗家忽悠 把李生玩得团团转 从而干扰了曹爽的政治判断 后来 趁曹芳和曹爽等宗士 为魏明帝扫墓时 司马懿趁机发动政变 朱沙曹爽 逼死曹芳 把所有的军政大权 拦于手中 与其处施圆滑 还不如藏巧于拙 学会装傻 才是趋吉避凶的大智慧 装傻是一种境界 做人傻一点 忠厚一点 收敛锋芒 才能远离火断 三 装傻是一种大智慧 金露寺的门口挂着这样一幅对联 看破世事难睁眼 跃进人情 按电头 当一个人跃进人情 看破世事后便会明白 人世间很多事情难得糊涂 在美国的一个镇上 有一个文静又怕羞的小男孩 他叫威廉哈里逊 这孩子是傻瓜 认识小威廉的人 向别人介绍的 我不信 这孩子文文静静 看不出一点傻的样子 不信你可以试试 你丢下两枚硬币 一枚一脚 一枚五分 任凭他捡 他肯定只会捡五分的 小威廉走过来 那人果真拦住了他的去路 丢下两枚硬币 说你可以任意选一枚拿走 小威廉嫖了那人一言 一声不吭 捡起那枚五分的硬币走了 看来这孩子真有点傻 那人遗憾地说 像这样的事啊 不知道发生过多少回 人们常用这样的把戏 捉弄嘲笑小威廉 有一天 一位老夫人可怜他 对他说 孩子 难道你不知道一脚钱 要比五分钱多吗 当然知道 他微笑着说 不过 如果我捡了那个一脚的 恐怕他们就 再也不会扔钱给我 这个小孩后来 成为了美国第九届总统 他就是威廉 亨利 阿里逊 会装傻的人 都是有福之人 越是有能力的人 越懂得装傻 傻人有傻福 惊人添忧愁 只有装傻 才已得人心 才会活得 更加轻松 正如幸运大师所说 人生有两个基本点 一个是潇洒点 一个是糊涂点 懂得装傻 看淡得失 人生才能 无忧愁 无烦恼 生活从来 都不是完美的 少点计较 多点包容 你会发现 原来一切 都是那么美好 希望我们 在以后的生活中 都能够做一个 会装傻的人 轻松自在 笑看 花谢花开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期待 你的留言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